主机主公布7月份是连续9个蓝灯 史上第二惨 但是民间团体说不止 可能还会有3个蓝灯 对此行政院长陈冲说他不评论 但是经济部长施言详说他的确担心 台湾本土游戏公司游戏橘子 8月宣布财务员150人 王雪红所带领的手机大厂宏达电 曾经是古王 现在也传出要裁掉近千名的派遣员工 布景气裁员数字最明显 主机处的景气灯号 从去年11月一直到今年7月亮起9个蓝灯 民间研究单位更不乐观 认为接下来还会再亮3个蓝灯 我不去评论说像这种所谓交易所 全市有很多种方式用交易所的方式 交易所其实它是用这个大家对于事情的预期 那参与的人是哪些人 那我们并不清楚 警惕是令我们担心这是事实 但是我不能因为警惕令我们担心 我们就不努力 所以不但企业界很努力 政府部门也会更努力 失业率持续攀升 政府旧经济打算先拿出1400亿到2000亿 投入公共建设 就盼望有具体成效 别让难看的经济成长率 继续在亚洲四小龙遍地 中间新闻是小沛 陈建雄台北报道